如果李亚鹏没有弃义从商,或许就没有黄晓明出镜的机会。 李亚鹏曾经是火遍内地的当红笑声。 张继中导演的好几部戏本来预定的男主角就是他, 但他偏偏厌倦了做演员,想转战商圈。 演员转行做商人是很常见的事, 但是像李亚鹏这样从商失败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从宣布退圈经商,李亚鹏这些年的投资几乎是做啥赔啥,要么就是破产。 在2015年的时候,李亚鹏投资欠债高达四千万, 因无力偿还,债主一直诉状将李亚鹏告上了法庭, 对不公堂也奈何不了他。 他甚至还苦苦哀求债主,声称自己可以跪下怎样都行。 他这样的行为也遭来了许多网友的嘲笑。 曾经在娱乐圈那个叱咤风云, 俘获多位女明星芳心的李亚鹏却变得如此落魄。 在上中学的时候,李亚鹏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每天都有一大群女生围着他嘘寒问暖。 也是在中学的时候,他与初恋女友刘岩相识。 刘岩是学校里的校花,两人相约一同考取中系, 但李亚鹏其实本非是一名艺术生, 他是一名理科生,但为了追寻爱情, 李亚鹏还是决定去尝试。 在考试中,李亚鹏的表现并不好, 但是有一位招生老师非常看好他, 觉得他是个可塑食材, 李亚鹏也因此顺利进入了中系。 在大学的时候,女友刘岩和一位导演走得很近, 李亚鹏知道后就与女友大吵了一架, 他认为女友为了前途不顾原则, 随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从中系毕业后, 李亚鹏就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他出演的第一部作品《青春作证》就当了男主角, 后来他又认识了另一名女演员柯兰, 柯兰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投资人, 他的家境显赫, 与李亚鹏在一起时, 他通过人脉在事业上给了李亚鹏很大的帮助。 李亚鹏接连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青港爱情线》、《校园先锋》等多部电视剧, 在与徐静蕾一起拍摄将爱情进行到底后, 李亚鹏名气大涨, 成为了当红一线小生, 火了之后开始小有名气, 之后李亚鹏就以工作太忙对柯兰提出了分手。 这一年, 李亚鹏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曲颖, 作为一名国际超模, 曲颖身材和美貌令李亚鹏心动, 随即他就对曲颖展开了梦烈的追求。 曲颖很快就答应了, 有了曲颖的牵线搭桥, 李亚鹏认识了张继忠导演。 当时张继忠在筹拍《笑傲江湖》, 在见到李亚鹏后, 张继忠觉得他很符合令狐冲这个角色, 就敲定了李亚鹏这个男主角。 电视剧播出之后收获了不少好评, 张继忠趁着打铁又拍摄了《射调英雄传》, 男主角郭靖依然是李亚鹏出演, 而饰演黄荣的就是周迅。 在剧组长时间的亲密接触, 让在拍戏时周迅就对李亚鹏产生了好感。 面对青涩可爱的周迅, 李亚鹏也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有女友, 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正排女友曲颖直接冲到剧组, 质问李亚鹏是不是真的一亲别恋,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曲颖果断提出了分手。 分手后,李亚鹏与周迅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周迅看来, 李亚鹏是一个温暖且优秀的大男孩。 周迅曾说, 李亚鹏满足了我对完美男人的幻想。 李亚鹏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他会时不时为周迅准备一些小惊喜。 在拍戏之宇, 李亚鹏还会带着他到各地散心。 李亚鹏对周迅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周迅在感情中越陷越深。 两人交往没多久, 周迅就带他见了父母。 周迅的父母对李亚鹏也很满意, 外界都以为两人的感情 命下去直到结婚。 但王妃的出现让周迅从美梦中惊醒。 2003年有媒体爆料李亚鹏在追求王妃。 网友们看到这个消息时觉得非常诧异, 明明之前还与周迅谈婚论嫁, 怎么转头就与王妃扯上了关系。 李亚鹏与王妃的感情可以说是蓄谋已久。 在拍摄《笑傲江湖》时, 李亚鹏就与王妃相识。 李亚鹏是主演, 王妃则为《笑傲江湖》献唱。 只不过当时的王妃与谢霆锋纷纷和和。 最后感情还是败给了谢霆锋的年少轻狂。 而后王妃又嫁给了窦维, 还生下了女儿杜靖童, 李亚鹏没有机会。 但现在王妃已经离婚, 为了女儿杜靖童的抚养权, 与前夫窦维争得不可开交。 在这时, 李亚鹏又去给王妃送去了关怀。 而此时, 还在忙于拍戏的周迅知道这些后, 直接抛下工作去找李亚鹏问个清楚。 看到周迅, 李亚鹏只是淡淡地说, 我觉得我对你没有感情了。 这样的回答让周迅不能接受, 但他还是选择结束这段感情, 毕竟长痛不如短痛。 李亚鹏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应该就是娶了天后王妃。 两人恋爱两年便宣布结婚, 李亚鹏也终于收心了。 从恋人变成夫妻, 李亚鹏本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 王妃为了李亚鹏, 也慢慢淡出了娱乐圈, 回归家庭。 两人经常在微博上大秀恩爱, 想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的幸福。 在谈恋爱时, 两人甜甜蜜蜜, 结婚后面对的是柴米油盐。 两人经过磨合后才发现, 根本不是一路人。 李亚鹏在与王妃结婚后就很少拍戏, 开始创业搞投资。 就算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借钱她也要做。 王妃多次向她提建议, 她都置之不理, 她只是一直在做着她的商业梦。 王妃也觉得无奈, 但又插不了手。 婚后两年, 王妃怀孕了, 但却被查出来孩子是先天性纯恶劣。 李亚鹏就与王妃商量不要这个孩子, 毕竟以后有的是机会。 但王妃坚持说自己的信仰, 不支持自己这样做, 她觉得这对孩子不公平。 两人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矛盾, 最后李亚鹏还是同意了。 在女儿李亚鹏没出生之前, 李亚鹏与王妃就创办了一个基金会, 用于为先天性纯恶劣儿童筹备治疗费用。 在女儿李亚出生之前, 他们创办了基金会, 一共帮助了上千名儿童。 在女儿李亚出生后, 李亚鹏对她也非常爱护, 后来李亚慢慢长大一点, 就开始接受纯恶劣整形手术, 现在已经和正常孩子一样了。 在有了女儿后, 李亚鹏与王妃的关系也没有缓和, 王妃也不愿再装下去。 以前的她, 在与李亚鹏出席活动时, 脸上总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每每与李亚鹏一同出镜, 全程一脸冷漠, 有的只是勉强挤出来的笑容。 她看李亚鹏的眼神也没有了爱, 只有陌生和嫌弃。 在2013年, 王妃提出了离婚, 爱的时候有多热烈, 分手的时候就有多绝情。 在李亚鹏的前几段感情中, 她都是占主导地位, 爱不爱都是她说了算, 但与王妃的这段感情, 却让她栽了跟头。 她一开始的时候坚决不同意, 硬是拖了半年才签了离婚协议。 王妃知道李亚鹏虽然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却是一个好爸爸, 她很放心地把大女儿窦镜彤 和小女儿李嫣的抚养权都交给了李亚鹏。 离婚后, 王妃与谢霆锋重归于好, 虽然并未官宣, 但两人被媒体多次拍到低调通行。 两人都经历了结婚和离婚, 兜兜转转了22年, 最后身边依然是对方。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谢霆锋也成为了王妃心中 可以依赖的成熟男人。 李亚鹏也找到了人生归宿, 她在一次慈善活动中 与海哈惊喜相识。 海哈惊喜比李亚鹏小了19岁, 她也不在意李亚鹏是二婚。 两人在2020年公布恋情, 很多人纳闷, 海哈惊喜年轻漂亮, 到底看上李亚鹏哪一点了? 在网友的质疑声中, 两人宣布结婚了, 还有了一个女儿。 如今李亚鹏已经50岁了, 只是虽然情场得意, 事业却一如往常的失意。 外界有传言说她遇到了经济危机, 前不久她被曝光, 名下关联公司被强制执行4.5亿, 之前的4000万欠债风波也背叛败诉。 但海哈惊喜依旧陪在她的身边, 称自己会与她共患难。 有这样一位理解她的妻子, 也算是很幸福了。